西瓜宝宝学画画 嗨大家好我是水果糖 嗨大家好我是小冰烧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大冬季的东西哦 看看这是什么 这是消防臭 对这是一个消防臭玩具 甜甜你知道消防臭是做什么的吗 是消灭火的 哦是可以帮助人们灭火的是吗 对它非常的厉害哦 它的上面有一个长长的梯子 叫做云梯 云梯可以伸很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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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到三四四米 火灾的时候呢 人们就可以打电话 叫来消防车 还有消防员一起帮助其他的人来谬护 今天我们就来画消防车吧 小朋友男女 你知道消防车的电话吗 我知道 我确实放行的119 哈哈对了 玩的时候不要乱打哦 我们来分析一下 你看消防车 它的外形差不多就是一个长帮形 然后它的车头呢可以坐几个消防员 它的车身呢就比较大 因为里面装满了水 然后车车里面呢还会有一些工具 它的车子 有一些管子呀 那个接的那个龙头啊 还有斧头 如果有的那个门打不开 它可能就会用一些工具把这个门砸开 消防车很多时候呢都需要爬很高的地方 所以它会备有一个梯子 就是其他的车都没有的 好了 特点我们讲完了 我们来开发啦 我们先从左到右 从左到右来划进消防车 首先我们来划车头部分 车头呢就像一个小小的设置的长方形一样 先划一条直线吧 车头大开这么宽 然后呢 前面向前鞋 竖下来 中间记得把花轮子的地方控出来哦 就留一些位置出来 留一个半圆 对 留一个半圆出来 这是车前面的是不是 我们先不着急换里面 我们要先把车的大轮库画出来 然后就要换后面了 后面它 最大的车呢 它就能装更多的水 好开了 又好玩 没关系 我们换一个 后面换一个长长的方形 一样记得 后面的轮子位置要留出来哦 好了 好 这一个打开的车 车厢的轮廓就画好了 我们再把它的轮子画出来吧 这样画有点歪 这个轮子的中间再画一个小圆 就像一个正样的童心圆 车能外轮廓我们就画好了 小甜甜你画好了吗 是不是一个方形 接着另外一个长方形 是 那我们现在来画消防处里面的细节 比如它的窗户呀 它的门呀 还有后面的一些装饰的东西 还有后面的一些需要的物品 我们来先画它的窗户 窗户呢 我们首先要在前面 也来开一个小窗户 就是前面的窗户看到的 然后再画侧面的窗户 画一个机型 再画一个小窗户 还有三个窗户呢 是不是 我们在我想在这个地方给它画一条像这个样子的分割线 到时候这个分割线我就用灰色来涂它 会想想消防车 有的时候我在很紧急 它就会发出鸣笛声 然后让大家回避 让它更快的到达需要它帮助的地方 小甜甜你画的对呢 这是一个警笛 我要画一个灯 它正在叫呢 是的 你画的挺好啊 我也要学你 在外面画一圈这个样子的 就好像它真的在叫一样 它在亮 它亮亮亮亮亮亮亮 你画的非常好 那我再给它加一个车灯吧 咦咦 我这个加了 哦 它一样它在上面 哦 好的 尾部也给它加一个车灯吧 火力尾部的车灯是这样的 加一个门把手 看起来还不错 你觉得呢 我们现在来画它车后的部分 这个工具箱是不是 画一个长方形给它画 如果说呢 你想画工具 你可以把这个扎门开到上面去 然后把工具画到里面 如果你不想呢 也可以直接画一个关上的 关上的这个活动门 看不到里面 我画的是一个完成的 哦这个也是 嗯我要继续给它 上面还有条纹呢 哦是的呢 然后我给它再画一个活动门 它会有很多工具的 这里还有一个活动门 这里还有一个活动门 我给它画一个 打窗户的 天天后 天天 小房子的后面一般是不会有窗户的 这个门我就把它都打开了 你看我画一个水管 它这个水管呢 卷起来的 就像一个 你看我画的像个什么哦 像一个棒棒糖一样 螺旋状 我要画一个水管 发到最后的地方 千万不要收口了哦 就发下来 就是那个水管 嗯到时候 你就把那个水管 连在那个水龙头上 然后就可以 变活了 喷我喷我喷喷喷 哦好的 然后呢 我觉得还差什么呢 你觉得还差什么呢 喷喷 喷喷 喷喷喷 上面有一个云梯 哦 上面有一个云梯 好的 那我们一起来画云梯吧 云梯呢 一般都可以伸缩 所以它这里都会有一个机关 我们来画一些像机关的东西 好了 那梯子怎么画呢 我们要从这个地方 画一条直线 就画到后面来 再平行画一条直线 在这里来 我们给它画出这个梯子的厚度 它里面画上一个一个的方形 那我去买梯子 前面也需要一个东西 讲着 我想想我还给它加点什么呢 它这个活动门这里给它加上一些条纹 哦 你的车身也不错呢 你还要给它加什么装饰吗 哦 哦 是报警的电话119 把它写出来 你们呢 可以直接写个119 来 你可以像我们这样 119 我们现在把它写出来 黑色 我们要来看一下涂颜色咯 你看 这个消防车的大部分颜色是什么颜色啊 甜甜 红色 对是红色是像火焰一样的颜色 然后配有了一些白色或者灰色的一些装饰 然后基本上就这两种颜色对不对 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颜色 所以我们选大红色和白色或者灰色就可以了 119 写的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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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来 就算了 你是画的什么 是一团火吗 哦 好吧 我先选了大红色 来给车身大部分的地方塗上颜色 我先选了黑色 不是这样子 然后中间的这个条纹 我就要把它控出来的 控出来是很好看的哦 因为黑白红 这三个颜色配在一起是非常经典的配色 是不是很好看 中间应该加黄色 嗯 加黄色也可以 黄色加的会更好看 把它的车窗紧玻璃涂上蓝色 我要把水管呢涂成黄色 我要把我的贴点涂成黄色的 好听吧 呵呵呵 光光光 这样这个黄色的osho 就非常显眼 人们一下子就看到它 把它拿来涂呑子了 把她成灰色 然后把它换给沤一个深一点的CRI gam 我要使用画这个标准 塗上黑色 我要把水也拐 塗上灰色 然后我要把轮子外面涂成黑色咯 一圈黑色 转动这个笔 你车灯里面涂 我车灯里面是准备涂一个黄色的 鱼黄色 前后的车灯我也涂了一句 好啦 我的消防车换好咯 你换好了没有呢 没有 好咯 那我们一起来写 消防车的英文名字咯 好啊 你知道怎么写吗 嗯 我知道 那你来教我们写吧 可以这样吃 做下来好吗 我们用红色写吧 首先写吧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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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写I I I 再写2 R 再写E E 这不是Fell火的意思吗 是呀 我们再写T T 再写R R 再写U U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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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K Fell Track 是吗 WOW 消防车Fell Track 我和田田 我和田田都花了一个非常棒的消防车 这里是119吗 我这里着火了 你可以派消防车来救火吗 可以 快来吧 快来吧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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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WOW 消防车来了快帮我救火吧 小朋友们今天是不是画得很开心呢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 消防车 开起来 开起来 大大的 谢谢观看 喜欢我视频 记得点赞和订阅哦